圣诞来临,零售业板块哪些值得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我是Kassie 随着墨尔本和悉尼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 这两大城市进入了一场狂欢状态 据统计,墨尔本人已经在家待了262天 墨尔本人终于忍不住了 很多商家和顾客都选择了不眠不休 零点一过便开始了营业 其实回顾这两年来 全球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影响 回溯到2020年4月 新冠病毒在澳洲的再次爆发 就季节性调整,零售业触底达到248亿 在2020年11月,墨尔本迎来短暂的自由时 零售业又迅速达到峰值315亿 随着物流、原材料等等价格的纷纷上涨 澳洲的物价也迎来了整体的上涨 2021年8月,墨尔本因Delta变种病毒 再次沦陷时的数据显示 除了南澳西澳以外 整个澳洲所有地区的零售业的月营业额都是负数 由此可见,零售业的命脉可谓是被疫情牢牢的锁住 毕竟疫情导致很多零售商不能开放店内购物 只能选择自取或者是送货 很多投资者也纷纷转向投资 必须消费品行业 例如超市股票和线上零售商 但是澳洲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之后 线上购物的热度其实必然会呈现一个减弱的趋势 以电商行业为主的板块陆续会出现疲软 关注这方面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扣干的股价也是一路下跌 它是吃尽了疫情的红利 也因为预期过高而使其股价备受打击 有的观众会问 电商股是不是该被放弃呢 其实他们的未来发展 真正依靠的是他们的业绩 产品以及客户群存留率等等因素 可不能一概而论 回到我们的主题 圣诞将至 恢复正常生活之后 是否就意味零售业整体回暖呢 据最新的数据统计 澳大利亚的家庭债务较之前有所增长 但工资价格指数显示 本季度上涨0.4% 同比上涨1.7% 而新州 维州 昆州 这三个大州 是这些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澳洲的失业率 在2021年8月 达到了最低值4.5%之后 9月呢 它仅增长了0.1% 根据2021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 50到60岁年龄段的人 由抵押贷款债务的趋势 老年租房者的数量有所增加 总的来说 本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上涨了0.8% 截至2021年6月的6个月内 上涨了3.8% 从短期看来 墨尔本和悉尼地区的民众 积压了很多的线下活动 而这将会带来 餐饮业 服装业 等等零售板块 和百货房页板块的利好 而澳大利亚的国境即将开放 也必然会带来 大量的留学生和移民等等 房地产行业也会大热 那么买房的人多了 自然会带来家居零售业的板块增长 但是很多投资者认为 这只是后疫情时代 短暂的盈利 其实澳洲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 所以长期看来 它的零售业持续稳定的增长 其实零售业 它不仅仅限于购物 买衣服 生活必需品 更要有吃喝玩乐 等等的这些娱乐项目 值得关注的股票 有JB HiFi Harvard Norman 和 Crown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